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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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狠心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有人说 我听说肉连厂的鱼工和他老婆没生育 一直想要个孩子 不如送他们家吧 大家显然对鱼工并不陌生 都觉得这一提议不错 虽有其中两人抱着孩子 静自网住在旁边楼洞的鱼工家中走去 陈跑市民嘴里的鱼工名叫鱼建刚 出生于1977年 是洛河市一家民营公司的技工 他和比自己小两岁的妻子朱桂英结婚三年了 却一直没生育 后经诊断 发现朱桂英的输卵管堵塞 没办法受孕 夫妻俩虽四处打听 包括到福利院 雇人院去寻找 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收养对象 未曾想 当年清晨 居然有人将孩子送进了家门 夫妻俩抱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孩子 左瞧瞧又瞧瞧 越看越喜欢 他们忙不迭地向街坊们道谢 此后 他们在相关部门 办理了正式的收养手续 当起了女婴的爸妈 并给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于眼儿 而一直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的 刘富栋与徐明丽 见小女儿总算被人抱养 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此后 夫妻俩继续积极备孕 谁知 他俩再也没怀上孩子 不明就理解心忧如焚的夫妻俩 四处寻偏方 无奈徐明丽的肚子却始终不见动静 从2008年开始 徐明丽时常感觉到腹部疼痛 进医院诊断 确定她患有子宫肌瘤 极有恶性病变的可能 在医生的建议下 徐明丽接受了子宫切除术 如此一来 徐明丽失去再次生意的机会 大女儿刘婷平时在武阳县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上学 刘富栋与徐明丽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 看着长女就难免会想到被送走的小女儿 这些年来 夫妻俩在经营餐馆之余 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于建刚一家人 他们时不时地到于家附近溜达 偶尔会碰到于建刚与朱桂英带着女儿出门 听她们亲热地喊着炎儿 再听着已经哑哑学语的小女儿 甜甜地叫着爸爸 妈妈 刘富栋与徐明丽的内心就五味杂陈 切除子宫之痛 思念小女之苦 让徐明丽和丈夫无心打理餐馆 到2010年底 餐馆已经严重受不抵制 夫妻俩只好将餐馆转让 而后黯然回到了武阳县 在老家开了间小卖部 勉强维持生计 除了自己的父母 当地的乡邻们对刘富栋与徐明丽生二胎 并送人的是毫不知情 他们也将此事烂在心里 对外绝口不提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会想起小女儿 想起她那撕心裂肺的啼哭声 2011年下半年 难以忍受思虑之苦的刘富栋与徐明丽 趁着大女儿国庆节放长假 带着刘婷一起从武阳县来到了洛河市 想在于建刚的家附近 和他们一家三口再次来个偶遇 可令刘富栋和徐明丽沮丧的是 一连几天 他们都没能见着于建刚一家人 眼看长假就要结束 假期的最后一天上午 刘富栋假装成于建刚多年未见的朋友 向该楼栋的街坊打听于家人的下落 那名六旬左右的大妈说 你是说于公他们一家呀 哎 太惨了 刘富栋的心一紧 忙追问出了什么事 大妈狐疑地看着刘富栋 你既然是她的朋友 她家发生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刘富栋说 我这些年都在外地 好几年没和她联系了 大妈不再深究 将于建刚一家三口的不幸遭遇 讲述出来 2009年3月 于建刚和朱桂英所在的公司倒闭 夫妻俩双双下岗 于建刚去了建筑工地做工 朱桂英则在家抚育女儿 尽管炎儿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但他们却给予了他完美的父母之爱 在于建刚和妻子的精心呵护与培育下 小炎儿很是健康活泼 然而灾难还是不期而至 2010年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 炎儿在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玩耍时突然昏倒 夫妇俩连忙把她送到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让夫妇俩如雷轰顶 炎儿患的是新天性心脏病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越早效果越好 治疗费至少得10万元 10万元 这对于已经下岗的于建刚和朱桂英夫妇来说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们觉得天要塌了 回到家 朱桂英抱着女儿炎儿 泪水直流 董事的炎儿伸出小手一边为妈妈擦眼泪 一边昂着头说 妈妈不哭 等我长大了 病就好了 在一旁 迟迟没有作声的于建刚突然站起来 坚定地对妻子说道 咱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治好女儿的病 三天后于建刚背起行李来到平顶山最危险的煤矿 尽管一天可以挣180多元 但累得筋疲力尽 为了省钱 他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 2011年2月5日中午 于建刚正准备下井上班 接到妻子朱桂英打来的电话 他哭着在电话里说 炎儿的心脏病又犯了 医生说 如果不马上手术 女儿的命就没了 放下电话 于建刚心急火燎的坐车赶回落河 在煤矿这将近一年 虽然挣了些钱 但除去日常开支 加上为控制女儿的病花费的药钱 据昂贵的手术费缺口仍然很大 可手术又迫在眉睫 到哪里筹钱呢 晚上 筹眉不展的于建刚抽着闷烟 猛地抬起头 对妻子说道 卖房子 给爷儿做手术 看着丈夫眼角 擒着泪花 朱桂英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套 只有50平方米的房子 是于建刚夫妇的全部财产 因卖得急 买家趁火打劫 50平方米的房子 只卖了20多万 一家三口 搬出家门的那一天 很多街坊们都出来送他们 各个眼里都喊满了泪花 想到这里 大妈不停地掀起衣角 擦拭眼泪 刘富栋与徐明丽 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小女儿 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更没想到 于建刚与朱桂英 进外访救养女 情深义重如此 刘富栋与妻子自叹不如 回武阳县后 夫妻俩商议 如何补偿于建刚一家人 他们试着打听于建刚的下落 却毫无所获 就在刘富栋 对于建刚夫妻 与小女儿被赶迁救的时候 她自己却再度遭遇不幸 2016年5月 刘富栋的大女儿刘婷不幸 被确诊为脑癌 且已是晚期 夫妻俩亲近家产 还是未能挽回大女儿的生命 2016年底 刘婷闭上双眼 大女儿的不幸 离世给了刘富栋 与徐明丽致命的打击 那段时间 徐明丽整天精神恍惚 嘴里神神叨叨地不停地重复着 我错了 我错了 不要拿孩子的命惩罚我 求求你 求求你 见妻子被丧女之痛折磨至此 刘富栋只好将自己的痛苦放在一边 想方设法地安慰她 都过去了 别太难过 见儿子与儿媳 每天沉溺 在悲伤中不可自拔 刘富栋的父亲 劝说他们 已经这样了 伤心有啥用 再说了 你们不是还有一个娃吗 父亲的话 仿佛给沉浸在悲情黑暗中的刘富栋 与徐明丽擦亮了一根火柴 刘富栋将脑袋一拍 是啊 我们还有炎儿啊 炎儿还活着呢 我们去要回来吧 徐明丽一听也来了精神 已经几天没有洗漱的她 将自己好好地收拾了一番 而后拉着丈夫火速出门 似乎当天就能将小女儿找到病要回来 路上 夫妻俩这才冷静下来 炎儿的病究竟治好没有 她现在住在哪里 于健刚愿意将孩子还给他们吗 一连串的问题涌上脑海 但阻止不了他们寻女的决心 他们隔几天 就从五阳赶到洛河城区 一次次满怀希望而来 又一次次带着失望而归 2017年4月的一天 刘复栋和徐明丽路过洛河市一所小学时 正赶上学校放学 突然 刘复栋与徐明丽不约而同地描向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11岁左右的小姑娘 单眼皮 圆脸淡 她一边喊着妈妈 一边扑向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子 定睛细看 那女子可不正是小女儿的养母朱桂英吗 煞时 刘复栋与徐明丽的心跳加速 他们尾随着朱桂英和于炎儿 一路走到了离学校一公里左右的于家 朱桂英和炎儿进家门不久 刘复栋与徐明丽就敲响了于家的门 面对刘复栋与徐明丽这两个不速之客 于建刚和朱桂英都有点懵 建此 徐明丽打破了沉默 她用满含内疚的眼神望着于建刚 说 我是炎儿的亲妈 这是她亲爸 当年 是我们将孩子放在你们楼道附近 并亲眼看见你们抱走的 谢谢你们对炎儿这么好 今天我们来的目的是想 想要回炎儿 徐明丽话刚说完 朱桂英就怒不可遏地指着她说 女儿是我的 你们该上哪上哪去 走 刘复栋赶紧上前 劝说朱桂英消消气 而后 她将当年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刘复栋还准确地说出了 当年炎儿身上纸条的内容 以及她左边屁股上 一块蚕豆大小的青色胎记 正说着 在卧室写作业的于炎儿文声出来了 见到女儿 徐明丽直接冲到她面前 蹲下身子 说 炎儿 我是你的亲妈 当年 是妈妈和爸爸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们吗 朱桂英将女儿搂进怀中 说 你的确是爸爸妈妈手养的 他们生了你 却抛弃了你 于炎儿突然一脚踹向徐明丽 你们滚开 将刘复栋和徐明丽赶出家门后 于炎儿哭着对养父母说 爸 妈 你们给了我两次生命 我不会离开你们的 原来 于建刚将房子卖了后 筹到了手术款 于2011年5月底 带着炎儿做了手术 两个月后 完全康复的炎儿回到了学校 而于建刚则带着妻女租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 夫妻俩借钱开了家建材门市部 秦巴苦做三四年 又买了套商品房 而董事的于炎儿现在才知道 父母不仅卖房救了自己 当年还把被遗弃的自己收养了 给了他两次生命 他凭什么要原谅抛弃自己的人 于建刚夫妇不同意归还 女儿本人也不愿意认亲 2017年5月 刘富栋一纸诉状 将于建刚告上法院 要求他归还女儿 经法庭调查 于建刚办理了合法收养手续 加之于炎儿不愿跟随生父母生活 故对刘富栋要回女儿的诉求 不予支持 官司失败后 刘富栋与徐明丽黯然回到了武阳县 忍受不了失去大女儿 又被小女儿拒认的痛苦 徐明丽的精神失常了 她经常走在大路上 见到和于炎儿差不多大的女孩 就跑上前去 拉着别人的手喊 闺女 我是你妈妈 常常吓得女孩魂不附体 闻讯赶来的刘富栋 只好不停地向人道歉 2017年9月 于炎儿入读落合式一所重点初衷 尽管于建刚夫妇生意很忙 还是坚持每天送女儿上学 生怕出什么闪失 如履薄冰中 时间来到了2018年12月中旬 于建刚开车到武阳县送货 路过人民东路一座桥头时 迎面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嘴里喃喃自语 大女儿死了 二女儿也不认我了 我也不活了 在女人的身后 一个悲伤的男人跟在她后面 不停地劝她回家 于建刚定睛一看 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竟然是徐明丽 男的是刘富栋 于建刚下意识停住了车 刘富栋见识于建刚 悲弃地将妻子因子宫 被切除失去生育能力 大女儿又于前两年 病逝的伤心往事 和盘托出 在回家的路上 于建刚的脑海里 不断地回放着徐明丽 疯疯癫癫的样子 以及刘富栋 那无助又心酸的男儿类 她越想越觉得 心里不是滋味 回家后 于建刚将刘富栋 夫妻俩的情况如实道出 末了 她对妻子说 贵英 要不咱劝劝女儿认下吧 毕竟是她的亲生父母 或许孩子回到他们身边 她生母的病会慢慢好起来 尽管祝贵英百般不舍 但女儿亲生父母的悲痛遭遇 却深深触动了她 她强忍泪水 对丈夫点了点头 担心女儿有抵触情绪 于建刚开始慢慢做女儿的工作 然而 你的亲生母亲现在病了 病得很严重 她非常需要你 你能叫她一声妈 她也许会有活下去的希望 在于建刚夫妇的耐心劝说下 妍儿终于答应了